天高海阔 张修杰 然后呢就要参加北约的峰会 那么拜登这次到欧洲参加两个峰会所为何事呢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来看 拜登到欧洲参加这两个会是针对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 为什么说是针对中国呢 首先我们说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再次强调说拜登在几个礼拜之内将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这段时间很多国内的中文媒体都在进行一种猜测 就是美国是不是要改变对华的外交政策 那么主要有两点 一点呢就是拜登准备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了 过去很多媒体太过习惯 一旦中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呢都是一团合计 然后呢两国要声明要加强合作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 然后呢美国要求中国开放一些经济领域 让美国的外资能够进去 美国为了得到这些相关的政策呢 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我们说今天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可能跟过去的美中领导人通电话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沙利文一方面说拜登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但是呢他也十分强调 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挑战 已经越来越有一致的观点 那么我突然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美国一直说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对抗 并不是冷战呢 其实看起来确实不是冷战 因为过去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基本上大家有各自的阵营 华沙跟北约 那么这两个阵营呢 各自在进行这个军备竞赛 所以呢双方都是处在一个对峙的状况 双方没有任何合作 也很少对话 当然赫鲁晓夫年代美苏之间的这个高层见面多一点 但是呢到后来呢 就是双方谁也不理谁 各自在进行军备竞赛 美国就是利用了苏联的军备竞赛 把俄罗斯的经济给拖垮了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美国前总统里根呢 他上任之后 他曾经对这个对苏联的外交政策 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为什么会有重大改变呢 里根在这些回录里面 大概讲过这么一段话 意思大概是这么样 他说我上任之后 我突然改变了美国领导人过去对苏联的看法 就是苏联是个非常强大而庞大的帝国 再加上他有他的这个同盟国 所以美国没有办法能够令到苏联出现什么样的危机 美国最多不断的壮大自己 让自己足够能够跟他对峙 但是我上任之后 我突然发现这个所谓强大的帝国被打倒 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里根为什么会看到强大的苏联帝国会被打倒 我没有看到里根具体分析原因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里根当总统年代 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呢 并不是像过去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样 各自在进行军备竞赛 谁也不理谁 互相之间的很少沟通 美国现在不断的跟中国沟通 但是这个沟通的过程可以说在不断的刺激中国 比如说美国的台湾政策就是不断的在刺激中国 令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强烈 但是这个时候呢 美国又不断的要求跟中国对话 包括杨洁篪跟这个沙利文的对话 现在拜登跟习近平的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对话的目标再也不是过去双方就某些问题互相进行妥协 从而呢大家的这个经贸合作会更加紧密 现在双方的这个对话 更多的是美国要求中国这样做那样做 而更多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 美国这种霸权作风是完全不能够被中国接受的 所以沙利文一方面告诉记者说 拜登跟习近平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内通话 那么所谓几个礼拜 我想大概就是四个礼拜到八个礼拜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同时呢 这是拜登到欧洲 就是为了团结欧洲国家更加一致的来对抗中国 我们知道欧洲过去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十分的密切 包括欧洲全面投资协议差一点在欧洲议会被讨论 后来是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 令到欧洲议会搁置了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中国一直想来重启这个全面投资协定 据说最近中国派了个特使到欧洲去游说 那么根据NBC的报道说 中国特使这次到欧洲有个跟以往不一样的 就是完全不是战狼外交 据说这个特使到欧洲 每跟一个国家的外交官见面都承认自己的过去的欧洲的外交政策错了 我很难证实这个消息是真的 虽然这是NBC报道的 它的来源是欧洲各国的外交官说 这次中国派来的特使有点不一样 见到我们就认错 那么到底是不是认错呢 我不得而知 但是最起码中国想拉拢跟欧洲的关系 如果欧洲不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中国的外交环境将会比较宽松 没有这么大压力 这是肯定的 这次中国派到欧洲的特使到底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 我想接下来我们看北约 看七国集团领导人 开完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就应该非常清楚了 但是最起码沙利文告诉我们说 现在七国集团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已经越来越一致了 并且这个看法是对中国的威胁的看法越来越一致了 除了沙利文之外 跟随拜登在欧洲访问的官员还告诉记者说 北约就要对中国说重话了 那么这次北约领导人峰会 应该是对中国的政策也达成了一致 我们知道北约是个有30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这样的机构 那么这30个国家呢 既有欧洲的国家 也有北美的国家 也有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土耳其过去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不错 加拿大像加拿大这个国家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也不错 所以要让北约团结一致 认为中国对于北约来说是个威胁 那么要对抗中国的话 这在北约这种团结是很难达成一致的 但是白宫的官员告诉记者说 这次北约开会将会对中国发出强硬的声音 那么如果30个国家所组成的北约 都对中国发出强硬声音的话 那么今后恐怕中国对抗的就不只是其他工业国 不只是美国 一旦整个北约成为中国的敌人 哪怕北约当中的某一些国家 想跟中国搞好外交关系 发展经贸关系 恐怕也会受北约条约的制约 令到这些国家要跟北约站在一起 那么中国未来的外交空间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拜登去北约开会之前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也达成了很多一致 那么拜登宣布说 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计划 要为贫困的国家全球基建项目筹措大概6000亿美元的资金 来对抗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制造2025曾经是中国的战略决策 那么这个战略决策其实说穿了就是要跟美国竞争 全球第一大国这样的地位 这两大战略政策其实是令到美中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 那么现在七国集团峰会开完会之后 很明显七个国家要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推出另外一个计划 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拜登还特别说 我们这个计划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一样 这个全球基建计划靠的是私人企业的投资 拜登说美国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将会通过拨款联邦融资 还有运用私营部门的投资争取到6000亿美元 这6000亿美元说穿了就是在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搞基建 而这个基建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债务 因为美国一直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令到很多国家的债务没法还清情况下 就把自己的一些港口或者一些战略要地 把它长期的租借给中国 让中国的军事实力可以在海外扩展 那么其实我觉得拜登这个6000亿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更多的背后恐怕还是跟生产供应链转移有关 因为现在美国要跟中国竞争 要跟欧洲国家团结起来 在经贸问题上摆脱中国在生产供应链上控制 那么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转移生产供应链 转移生产供应链如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的话 那么很多私人投资企业 没有办法把他们企业迁出中国 所以从现在到2027 其实时间并不长只有5年的时间 如果美国这个资金筹措成功的话 那么生产供应链转移将会加速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看到 现在美国的生产供应链转移 是一个最大的战略 这个战略如果成功的话 一定会令到中国的经济被削弱 那么这样未来美中之间的对抗 美国将会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实除了在其他工业国际团会上 拜登宣布了6000亿的全球基建计划以外 在北约峰会还没有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看到北约针对中国的杀气腾腾了 北约是如何针对中国的杀气腾腾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北约峰会还没有开 我们就已经看到北约针对中国已经杀气腾腾了 为什么说北约针对中国已经杀气腾了呢 北约的秘书长斯图腾北格 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说 他说北约将会在本周稍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开会 那么这个会议呢 会让北约形成一个新的战略时代的应对 北约将会把现在4万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 我们知道北约是个防卫组织 过去我们在讲节目过程当中 有个别听众提出质疑说 谁说北约是个防卫性组织 北约不是参加了这个南联盟战争 北约不是参加了这个战争那个战争吗 应该说北约所参加的战争啊 都是基于在区域内有什么危机 比如说北约介入南联盟的战争 其实他并没有派作战部队介入陆地上的战争 那么他只是在相应的地方化了禁飞区 为什么化禁飞区呢 因为北约认为南联盟战争当中 双方的军事力量不平衡 并且呢 赛族武装也发生了一些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那么这些大屠杀 后来我们知道在海牙国际法庭也有审理 所以北约认为这种大屠杀发生下去 北约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所以北约化了禁飞区 让双方的军事力量有所平衡 北约有4万名快速反应部队 这些都是基本上是陆地作战部队 而为什么有4万名快速反应部队呢 其实我们知道军队在和平时期 很难把所有人都放在一个 随时上前线打仗这样的状态 因为这样不但令到这个军队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状态 并且呢 这里边花的钱也太多了 所以一般国家都有这个常备军 常备军的人数不多 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呢 那么还有后备力量可以动员 北约大概也是这样 就是北约的军队大概有4万名常备军 是随时可以投入作战的 这里边包括了步兵 包括了空军 也包括了海军 那么现在北约准备把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扩充 扩充到多少呢 扩充到八倍就30万人 我个人认为北约这个把快速反应部队扩充到30万这个规模 其实是一种临战的状态 那么斯特朗彤贝格这样告诉记者 就说明北约对未来在这个全球某个地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么现在在全球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呢 无非就是欧洲的俄乌还有亚太地区 大家不要以为亚太地区发生这个军事冲突 只会在台湾海峡 其实在亚太地区都有一些战争热点 比如说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的危机我个人看来比现在台海还要高 那么当然中日也有可能发生冲突 俄日也有可能发生冲突 所以北约把他的快速反应部队扩充到30万人 这说明北约已经处在一个临战状态 我们很明显看到俄乌战争 现在双方正在僵死下去 双方都在耗资源 那么在耗资源的同时 这场战争会不会扩大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如果俄罗斯在欧洲的非地加里宁格勒的路上交通 被立陶宛切断的话 那么俄罗斯有可能针对这个事情 把战争扩大到波罗的海三国 那么这样的话 北约就必须介入 所以这30万人 一方面是为这场战争被扩大而准备的 那么另外 北约恐怕也要为亚太的局势做出准备 这次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 有几个国家的参与 特别令人注目 之前我们说过了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被邀请 那么这是七大工业国 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之下 向俄罗斯表示了自己的外交态度 就是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支持到底要多少资源 就给多少资源 让俄罗斯跟欧洲这几个大的工业国 一起来耗费资源 那么俄罗斯以它的经济总量 我不觉得它有机会 能够耗得过这七大工业国 而这次在西班牙马德里 举行的北约峰会 也有几个国家参加特别令人注目 这分别是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跟新西兰 为什么这四个国家特别引人注目 因为首先这四个国家 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并且这都是亚太的国家 而在四个国家里边 韩国跟新西兰一向 跟中国的外交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韩国换了总统 所以韩国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恐怕在这一任总统 尹西越的任内 将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另外就是纽西兰 纽西兰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纽西兰一直希望 能够得到中国的经济援助 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让纽西兰经济有所发展 纽西兰跟澳大利亚 这两个国家非常奇特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其实影响了纽西兰 基本上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纽西兰都会跟随 但是纽西兰在这点上 总是希望 既能够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 保持一致 但是又跟中国 不要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 因为现在美日英澳四国同盟 跟中国的敌意越来越高 所以纽西兰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被夹在中间 但是我们看到 纽西兰的总理最近访问了美国 这次访问 其实等同于纽西兰 在外交政策上 又向美国靠近了一步 而现在纽西兰参加北约峰会 恐怕纽西兰已经跟澳大利亚 再一次保持了一致 那么韩国跟纽西兰的外交政策 都跟美国以及盟国站在一起 那么现在这四个国家 参加北约的峰会 未来在亚洲 会不会有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近年来北约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 亚太地区并非大西洋的地理位置 日韩参加这个北约峰会并不合理 日韩参加北约峰会 在中国看来不合理的原因是在于 这两个国家的地理 对于中国的国土安全 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海政策上 日本跟美国已经高度一致 日本多次表示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等于日本有事 那么换句话来说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日本一定会介入 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 日韩出席什么会议 跟谁邦交 中国都无权否决 军事专家说 中国反对韩国参加北约的峰会 主要是韩国在配合北约 采取金属部署方面 可能充分牵制了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知道 韩国因为部署 这个萨德导弹 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波 而现在新任的总统尹锡悦 公开说 不但要部署 还要增加部署 那么所以今后韩国 在这个国际战略上 在外交政策上 肯定跟中国将会发生 相关的冲突 这是在七大工业集团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对俄罗斯 又发出了什么信息呢 首先我们说在七大工业国领导人的峰会当中 有一个场面 就是七国领导人照相 而英国的首相约翰逊 突然开了个玩笑 他说我们这样照相 西装革履 这个微星正座 要不要改一下 我们把上衣都脱了 让我们把肌肉露出来 我们要比这个普京还要更加强 我们知道普京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 为了在民众当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拍了很多 显示他身强力壮的照片 比如说脱光上衣展示他上身发达的肌肉 有一张著名的照片 是普京骑着一头北极熊在跑 那个照片后来已经被确定 是在电脑上劈出来了 其实当时他是光热上身在骑马 所以约翰逊在七大工业国峰会上 就公开嘲笑普京 我们要不要把衣服脱了 让我们也展示下肌肉 约翰逊身上当然没有什么肌肉 所以在台湾的一家中国媒体 就为普京抱不平 说如果是展示肌肉的话 看谁应该闭嘴 很明显约翰逊这个说法 并不是认为他身上的肌肉 要比普京强 他的意思是 我们七大工业国团结起来 我们要比俄罗斯强 俄罗斯总统普京身上再有肌肉 也没有办法赢得这场俄乌战争 所以现在在全世界 非常奇怪的就是 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除了俄罗斯人 就是一些华人 一些华文的媒体 那么约翰逊开这个玩笑 也得到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还有欧盟职委会主席 范布莱恩的响应 范布莱恩说 对 骑马的更棒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一直低着头 没说话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约翰逊伤的并不是普京 伤的是拜登的自尊心 他老人家前不久 骑个单车还视角朝天 你现在要求大家脱光了 上衣照相 拜登脱还是不脱呢 一脱的话 拜登恐怕在美国的民调 又会下降几个百分点 当然约翰逊这个人喜欢开玩笑 他被称之为英国版的川普 什么叫英国版的川普呢 就是讲起话来口无遮拦 这是他个人的特点 那么可能他的玩笑 又伤到了拜登 最后呢 大家提醒之下 拜登才抬起头 跟各国领袖一起照张相 那么拜登参加这个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 参加北约峰会 似乎拜登能够让盟友 真实跟美国站在一起 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 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上 更多的盟友 愿意站在美国的一边 但是如果说 拜登在外交上 算是顺风顺水 顺风得意的话 美国的内政呢 令到拜登十分头痛 最近美国社会再次分裂了 这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 对这个堕胎权的裁决 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罗素韦德案 被联邦最高法案推翻之后 这两天在美国各地 一直都有针锋相对的示威游行 而美国社会 现在出现了更多的对立 社会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分裂 所以无论拜登如何的 在西班牙 在德国春风得意 回到美国 拜登恐怕还是要面对 一大堆的麻烦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 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